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修改刚刚这个剧集 修改这个剧集 编辑 也就是后面这个档案 档案名称 这个选工作表 选工作表的部分我要再稍微改写 我要写成什么呢 我要从右边取两个 右边取两个 假设他是102 01 那我就从右边开始数过来两码 那假设他是 就是月份是03 这个月 那我右边取过来两码 不是也是可以吗 所以 我把后面紧接着工作表的名称 改成 write 用write 去写 右边取两码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右边取两码 把它储存起来 这是右边 然后针对这个内容 然后取两码 那其实因为我在跨档案处理的时候 还遇到 还遇到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 像例如说 这个变成H2了 这个变成H2了 就是 原本 原本 的110年 110年 110年 他在 就是 这一个 可是 到了102年 好吧 到102年 我们再再来修改好了 因为其实他这边有不同的 不同 跨 跨不同年度 那个栏位是变动的 所以我们到时候 我们再来去处理 这样子的一个差别 好了 好 那 我现在等于就是说 这一个句集已经写好了 所以 我先 储存 那我就 110我也做好了嘛 那我接下来要继续做的是 109 好 这是我的句集 我再打开来 确认一下 我的句集 刚刚写了13 还有我的档案的变数 好 我想这都没有问题 好 储存 然后接下来 我就要继续去做 我那些资料 呃 原始资料 顺便把111年也做完好了 那 这边可能要稍微修改一件事 就是开发人员聚集 我们先编辑一下 然后 他的 他的一个 连续执行 只能执行8次 那你会说 诶 我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也改写 我可不可以也把 例如说这张工作表有8张 只到8月的话 那我就只写到8 其实也可以偵测 也可以偵测 记得就是用那个 就是工作 现在工作表 好 工作表的次数 其实他是可以偵测出来的 但是我觉得 因为就只有 针对这个8月来写 好像没有这个必要性 所以我先手动打 好 那 因为我现在执行的是中华民国111年 好 所以 我现在就直接执行他 那我想 这边再去做一下检查 111年的1月到8月 应该都整理好了 放在这里 111年1月到8月 你看这样是不是就很方便了 好 那 我们来继续 来去执行 109年 109年 所以 这一个 111年的资料 就不要储存 不要去破坏他的 RAWDATA 好 接下来是 109年 那我们一样 稍微先改一下 这个聚集 这个聚集 就不是要只要执行 1到8 而是1到12 记得储存起来 好 那我们现在就 直接执行聚集 好 接下来这个 4窗109就可以关掉了 不要储存 接下来再去执行108年 然后就直接执行了 这样是不是就快多了 好 不要储存